大家好,我是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點閱族秋雅暖 我的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了讀者資料的流通 還有空間的介閱以及資料的點藏管理 很高興接受這次的訪談 其實現在的圖書館本來就是有許多的資訊系統串聯來提供各式的服務 每一位讀者在圖書館的系統裡面都有一個讀者檔 所有的使用也都會在這裡面留下記錄 像是進出圖書館的時候就會在門禁的管理系統裡面留下了進出的時間 還有身份驗證的時間記錄 然後當讀者使用的是介閱服務 包括介書、還書、續介、預約等等的這些相關的流通服務的時候 也會在我們的系統裡面留下了介閱歷史記錄 像是如果使用的是空間的服務的時候 譬如說使用的是公共電腦的查詢服務的時候 或者是藉用討論室、研究小間或者是團體室 這些預約簽到的記錄 也會在我們的空間管理系統留下記錄 以上點點滴滴累積的記錄 就是我們圖書館各式的服務系統所收集到的讀者資料 目前圖書館在這些資料的使用上 主要可以分為例行的層面跟應用的層面 例行的層面主要是作為圖書館的業務統計 也就是呈現圖書館的服務績效 像是每個月讀者的入館量、介閱量等等 在應用層面方面主要就是要因應各種不同的問題 然後作為服務改善調整的依據 像是近年來因應節能減碳的政策 圖書館又要能夠兼顧讀者的利用 就必須要從這些使用資料中去了解、去檢討 是不是有空間、是不是有開放時間調整的一個空間 另外就是也因應校內讀者在考試期間使用量的增加 使用需求的增加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使用的資料的評估 可以去決定說是不是在考試期間 可以執行限制校外讀者入館的一些做法 最後就是在每一個新服務 就是我們在開發之前 也必須從各式相關的使用資料中去評估 使用的需求來決定是不是要開發這項新的服務 像是近年來的校內代介服務、借宿宅配服務 在服務的規劃之前都必須要參考相關的資料 如果可以預測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首先可以預測到 合理的一個校外讀者的開放的數量 那清華圖書館本身是一個大學圖書館 那主要服務的對象呢就是核心讀者就是我們的校內的師生 但是在資源共享的一個目標下 我們又希望適度的開放給社區的 民眾來做資源的共享 那也因此呢會常常造成 我們在各種身份讀者的兼顧上 會有一些衝突的問題產生 我們期望呢可以透過圖書館現有的使用的資料呢 找出各類型讀者使用的一個平衡點 像是說透過現在每天的入館量 或者是席位的使用紀錄等等 可以幫助我們去預測 每天可以開放的校外讀者數量的上限 其次呢我們也希望呢 可以從每一種讀者他使用他入館 還有使用各種空間的一個資料呢 來預測圖書館的各種空間 他使用的離間風的情形 還有各種讀者他使用的需求的差異情形 來作為我們去規劃分時段分身份 提供服務的一個依據